由南加州臺灣旅館業同業工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官渡公 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國際峰會 亞美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共同主辦 金Poly GM Media協辦的激光打擊樂團 身心障礙團體慈善演奏會 將於9月13日、9月15日兩天 分別在帕斯蒂娜城市學院 和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行 8月16日主辦單位舉辦新聞發布會 通告首次由7個單位協力合作舉辦的活動 激光打擊樂團是由朱宗慶打擊樂團二團團長 何鴻祺老師創辦並親自指導 集結視障、聽障、知障、智障 及自閉症等跨障別的打擊樂團 團員們都不是音樂科班出身 面對樂器合作時 靈活度與敏感度受到嚴峻的考驗 何老師投入極大的耐心與愛心 不斷激勵團員 歷經長時間的嚴格而密集的訓練 讓團員們用意志力跨越身體的缺陷 通過打擊樂演奏的震撼力、穿透力 傳遞心靈中最深處的執著 這個活動會在9月份的時候 他們會從台灣專程來 在美國有兩場表演 希望大家都能夠來捧場 第一場會在巴薩蒂娜的一個小的 auditorium是9月13號禮拜五的晚上 第二場是在喬教中心 是禮拜天9月15號的下午3點鐘 這次捐款可以在501C3上面 可以作為抵稅 因為我們是主辦單位之一 所以說各位的三星捐款 歡迎大家能踴躍支持這個活動 集光電團 華夏電視台記者艾蒙體示采訪報導 為什麼每次來到LA 都一定會來上島大酒樓 因為上島的點心是正宗的香港風味 還有最喜歡的鮑魚和油水海鮮 真材實料的廣式燉湯 就最適合我口味 還有多間豪華卡拉OK貴賓房 請朋友吃飯就最有拍頭了 所以每次和朋友來到LA 都一定會來上島大酒樓 上島大酒樓歡迎您的光臨 給大家加熱! 真是 呢 你們 我們要去 我